哈喽大家好我是方黎阿姨小伙 好久不见 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的方脸妹儿 平时生活中只要你不笑 只要你脸上没有挂着笑容 那你身边的人就很容易认为 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或是认为你生气了 为什么呢 没办法呀 我们的骨骼已经在这儿了 我们就是有一张看上去冷漠无情的 扑克方脸啊怎么样 削骨是不可能削骨的 也是没有钱削骨了 对 所以说只能在平时化妆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下了 只要做出一点点改变 那么就有一张很美的温柔脸 对 这样 现在这样 重点一 眉毛 眉型呢是整个妆的重中之重 不管你是什么脸型 这个流星眉就是给我安排 因为它的弧度就像流星划过那样 柔美动人 然后呢就比较的柔和 所以我们方脸再合适不过了 重点二眼妆 眼妆部分呢不要搞得好像去解放戏蹦迪的 既然各位姐妹选择走安静如尽的温柔脸 温柔可热的路线 那么就要稍微清淡温婉一点 重点三腮红 腮红的部分呢因为我们脸型的关系 所以说打腮红不能横着这样打 一定要这样稍微有点角度这样竖着的 就会显得修缩我们的脸型一点 颜色选择呢肯定也是要选这种 比较少女色系的啦 就显得你的脸非常有元气 就是那种本身你的皮肤 就是那种白里透着红的那种小苹果 对 重点四唇装 今天呢我想画一个近视唇 其实就是那种看上去模模糊糊 边缘没有那么明显的那种唇装嘛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画满唇的 但是因为今天走的是温柔路线嘛 欧美满唇的话呢就会比较有气场一点 然后这种近视唇边缘比较模糊的话呢 就会显得整个人柔和很多 因为这个 twist Annette是个人认识的 中文升语 重点五 高光修容 按道理说 作为一个方言女孩 那非常的 是废修容粉的用量的 就算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不能 画那种死亡修容 死亡鼻影 就非常的惊悚 因为像平时 我们还是要出门 对吧 过年期间 你肯定是要跟妈妈 一起走亲戚的 对不对 走亲戚 你要出门的 对吧 所以说还是要 稍微日常一点 我们下手 要稍微轻一点 我们下手 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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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